什么叫做backward analysis呢 实际上它是区别于我们常用的那种前向分析 forward analysis 举个例子 比如我要来预测一下明天股市的行情 明天的股票到底是会涨还是落呢 会涨多少会落多少呢 如果我关注于此 我要做的事情肯定会竭尽所能去搜集各种各样可能获得的与之相关的信息 然后可能会涉及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数学模型 把它进行输入进去 用不同的权重 用不同的因果关系 经过一定的计算 当然这个计算别太复杂 至少要在明天开盘之前 你要算出一个结果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向前方的 向未来的一个exploitation 一个预计 这个预计 你已经司空见惯了 但是现在我们做的这种backward analysis是倒过来的 我们如果比喻刚才的那个预计是一个将来时的话 现在我们有点类似是现在完成时 我们立足于今天的股票这个市场 行情 我们来倒退一下 它之所以演化到今天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它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平均而言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再举一个简单一些的例子 假设某一个剧场 在这个剧场非常的简化 以至于它只有一排座位 而且它非常有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味道 它是只有一端是开口的 另一端是关闭的 OK 现在我们来假设不同的观众 按照不同的次序来就座 那么你会发现越是靠近前端的观众 他入座的成本越低 因为他只要轻松地坐在那就可以了 反过来越靠近里端的 越靠近那个盲端的观众 他的入座成本可能会更高 因为在他入座的沿途 如果已经有一些观众在那的话 他们需要起力为他让道 好 如果我们这时候关注整个剧场的入场过程 所需要的时间成本的话 我们确实可以把它分解为一个观众 一个观众 每个观众入场的成本 而总体的成本 无非就是他们总体的成本之和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这个时候观众已经全部入场了 你来评判一下 在刚刚入场的这个过程中 从期望的意义上讲 从平均的意义上讲 曾经发生过多少成本 如果你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 来思考这一类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说 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backward analysis 后向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